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进入正式内容 就讲第一讲关于宗教哲学的对象与问题 在这一讲里边有三个大的题目 就是一个是概念上的问题了 就是宗教哲学和宗教的哲学 我们上次提到过 就是这两个概念都有不同的含义 在这次我们在整个课程之前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第二个问题也是一般性的 就是宗教哲学的两种形态 这也是就学科的对象所做的一些解释 就是叫做宗教哲学 那么它包括哪两种不同的形态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宗教哲学的根本问题 就是说对它所研究范围内的主要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 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了 就是关于宗教哲学和宗教的哲学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它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那么它的不同含义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就是一个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另外一个是索罗约夫 这是一位俄罗斯的哲学家 他的宗教哲学 那么这两句话是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的 就是说我们说到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这是一个概念 那么有时候又讲到索罗约夫的宗教哲学 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讲到这两个不同的宗教哲学的时候 实际上所指的或者是它所包含的含义 那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就是说它是有两种不同含义 那什么样的不同含义呢 那么先来解释前一个意义上的宗教哲学 那么这个从外文里边看的应该是最清楚了 从中文 因为中文是比较这种概括性比较强的这样一种语言 那在很多西方语言里面 可能是要更加精密一些了 尤其是在这些概念上的划分这个领域里边 那我们从这英文里边就能够看出来 当然也有还有俄文了 我是熟悉的像德语法语 那大概也应该有类似的这个不同 就是我们从这个概念上能够看到 它是关于宗教的一种哲学思考 这是它的第一个含义 关于宗教的哲学思考 像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它有很大的不同的著作 我们同学有看过 那么关于宗教的哲学思考 好像黑格尔所说的宗教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 我们看到这就是说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宗教的本质上是什么 它显然是从绝对精神这样一个概念出发的 绝对精神 这是黑格尔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哲学概念 那么他把宗教也用这绝对精神来说明 把这个宗教归结为这样的一种现象 是关于宗教的一种哲学思考 所以他说宗教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 这都是黑格尔的原话了 说宗教和哲学是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不同阶段 这是在他的宗教哲学这个著作里边讲到的 那么这是他的宗教哲学 那么是对宗教的一种哲学思考 在这个著作里边如果我们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看到 他对宗教这样一个现象做了很深入的 就哲学方面的考察 还有历史方面的考察 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宗教类型 然后宗教的历史发展等等 他是研究宗教这样的一种现象的 那后一个意义上的宗教哲学 这个我们可能这个词见的不是太多 那么但是呢 他也是我们用汉语来说的时候 也得翻译成宗教哲学 但是我们这里边加一个得字 就是以示区别 但是它也仍然是宗教的那种哲学 那这个词的含义呢 就是和前一个不同 它就是一种可以叫做一种宗教的哲学世界观 或者说是一种宗教的世界观 所谓世界观呢 当然就是对于世界的一般性的认识了 不是那种很片面的了解 而是上升了到一定的理论高度的那种一般性的认识 所以宗教的哲学 那是一种宗教的世界观 宗教的哲学世界观 那么我们从这位哲学家 索罗约夫的话里边也能够看到这么一种倾向了 那他说宗教是人与绝对存在的有机联系 我们看到他和黑格尔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黑格尔是说宗教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绝对精神的一种表现 那索罗约夫说宗教是什么呢 是人与绝对存在的有机联系 那显然是从宗教 所谓绝对存在 我们就能够看到 它是和宗教有关系的一个术语 和绝对精神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它是一种宗教的世界观 那么站在这个角度来看 又讲到像世界是万物统一 这是它的一个专门的用语 那这个万物统一就包含着很多的内容 这里面它的根基是什么 根基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精神 然后也讲到完整知识 所谓完整知识 它包括这几种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一种综合 而且完整知识最根本的东西什么呢 最根本的东西是神秘主义的经验 或者叫做神秘体验 所以这样的一种宗教的哲学 它是一种宗教的世界观 如果说再具体一点 它是一种基督宗教的世界观 当然它不是佛教的 也不是遗传教的 不是其他宗教的 是一种基督宗教的世界观 我们看到这两个含义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我们下面就做一个更加具体一点的解释 第一个含义就是宗教哲学 如果简单的说 可以说宗教哲学 就是关于宗教的一种哲学思考 它是专门以宗教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 把宗教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那是以哲学的立场和哲学的方法来思考宗教问题 就是它是哲学 以哲学的立场 那就是说是一些哲学家们对宗教的思考 那他哲学家有他自己的立场 有他自己的触发点 像黑格尔 他有自己的触发点 就是绝对精神 就是他的最根本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宗教 那也有自己的那个方法 就是哲学的方法 是以哲学的立场和方法来思考宗教 这样一个对象 以及宗教的问题 那他是哲学家 从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出发 对宗教的认识和研究 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到宗教哲学 一般发展进程的时候 概括介绍 我们也能够看出来 很多哲学家 他都对 在自己的哲学体系里面 哲学著作里面 都对宗教有过专门的研究 那他们可以说都是一种宗教哲学 那可以把它看作是宗教学的一部分 是关于宗教的哲理性的思考 它不是神学的一个分支 而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这是约翰西克在宗教哲学 这样一本著作里面讲到的 这也是他的原话了 就讲到宗教哲学对象的时候 说是宗教哲学 关于宗教的哲理性的思考 它不是神学的一个分支 而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当然这里边的严格的界限 划分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可以说概括的来说 它不是一个不属于神学的领域 神学有它自己的立场 有它自己的一种教义的规范 而哲学思考 它不限于那样的立场 它有每一个哲学家 有他自己的不同的立场和方法 是哲学这样一个角度的 如果说把宗教哲学 放到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 就能够看得更清楚 放到整个宗教学 这样一个大的学科里边 我们就看到它的地位 和它的具体的特点 如果说放在大的宗教学里边 我们就看到宗教学 当然宗教哲学可以说 是它的一个部分了 除了宗教哲学之外 还有这样的一些分支的学科 和宗教哲学一样的 并列的一些分支的学科 那么就包括这样的一些了 就包括宗教社会学 这是我们了解比较多的 那么宗教心理学 宗教现象学 宗教人类学 比较宗教学 宗教史研究方法论 那么一般来说 宗教学这样一个大的学科 被分成这么几个分支的学科 这也是现代的一种学术 就是现代的宗教学研究来划分的 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细致 现在就是分支越来越 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时候 就大致来这么样 做这样的一种划分 当然这也不一定完全的严密 它可能还包括一些更加具体的 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描述 那么这些学科 我们可能有所了解了 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像人物 主要的思想 主要的宗教学家 也能够看到 像宗教社会学的 马克思韦博士 我们大家很公认的 也是很熟悉的 这样一个研究宗教学的 他不仅仅写过宗教和基督教 基督心教和资本主义的 那么一本书 他也写过其他的 包括对佛教 道教 他也有一些研究著作 那么他的研究有特点 就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 就是说 是把宗教放在社会里 社会的整个的大的环境里边 他运用一些社会学的一些方法 宗教和社会经济 政治等等 一些社会心理等等 这样的一些关系 能站在这个角度来研究 如果说说到宗教心理学 首先 威廉·詹姆斯 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那么他的那本著作 可能我们大家也都了解 都看过 有很多的翻译 宗教经验种种 那么这个著作 他可以说是用心理学的方法 甚至说在很大程度上 是用当时的 应该是二十世纪初了 当时的一种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对宗教这样一个现象 做的研究 当然里边 有他自己的一个根本性的 一个哲学的立场 就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的 这样一个立场 贯穿到整个全书里边 但是里边用了很多 也用了很多描述 就是是他从别的研究者得到的 那样的一些心理上的描述 就是一些宗教对宗教经验 就是有经验 有宗教经验 有宗教体验的那样一些人 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 或者说信仰的时候 或者是祈祷 或者是归一时候的 那时候的一种心态 做了一些描述 他对这些东西 做了大量的分析 大量的研究 显然这是一种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把它叫做宗教心理学 那关于宗教现象学 那这个呢 也有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 宗教学家 那我们能够了解的 可以提到的 就像奥托 这个鲁道夫奥托和伊利亚德 这两个宗教学家 可以认为他们是研究 是一种宗教现象学的 那显然所谓的宗教现象学 他就说 他不关注宗教的本质 和一些社会关系 而是搜集和比较不同宗教的 类似的宗教现象 那他也不站在 某一种宗教的立场上 来排斥其他的宗教 也不做那种价值的判断 那只把宗教 这一些现象 就是他的一些象征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像奥托的那本著作 叫论神圣 这个也有不同的版本 写到的是1995年的 后来好像又出过 那其中神秘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这个著作里边 神秘或者神圣 这本是他研究的一个核心 叫做努力 这是一个音译 就只是这个拉丁词的音译 那这个音译 为什么用音译 因为它并不是 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神圣 而是它既有神圣又有神秘 然后既敬畏又向往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他把这个现象定义为神圣 那他把神圣当作 不仅仅是基督宗教 而且包括其他宗教的一个 共同的一种 有代表性的现象 或者说任何宗教的 一个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那就是神圣 他不管你是哪种宗教 他都有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这是宗教 一个更本质的东西 他就是研究这样的一种东西的 像伊利亚德 他写过宗教思想史 我们也有过中一本是很厚的宗教思想史 这里边伊利亚德研究是一种宗教的象征 就是他通过一些历史的考察 对各种宗教的不同的象征 进行一些比较等等 所以他也用到了一些现象学的 就是哲学现象学的这样一些方法 那么可以说这是宗教现象学 我们看到不论是宗教现象学 还是宗教社会学 还有宗教心理学 它和宗教哲学的角度都不完全一样 他们要更加具体一些 当然这些学科里边 也用到一些哲学的立场 尤其是威廉·詹姆斯那个著作里边 可以说哲学的立场是比较鲜明的 如果说不站在他那个立场上 可能就不会得出他的那本书里边的结论 那么宗教人类学 宗教人类学是一些文化人类学家 就是文化人类学家的一些宗教研究 那么它要实地的或者是用文献的证据 来追随古老的宗教的传统的起源 就是来追踪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也有代表性的著作 我们也有人翻译 说宗教人类学导论 这一本书 现在这样一个方面也有人做研究 包括我们国内也有人做研究 然后就是像比较宗教学 宗教对话等等 这样的如果说宗教对话 大概也属于比较宗教学这个大的领域里边 可以说这也是现代宗教学研究的一个领域 而且是一个大概是比较活跃的 比较热门的领域 包括宗教多元论 宗教比较 而且比较宗教学都属于大的学科 那么这里边如果说到这里边也讲到宗教对话 这样一个问题也是近些年来比较突出的问题 因为这些对话又包括很多种 就是不同的宗教间的对话 也有同一类的宗教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对话 像基督宗教派系里边的 那么天主教和宗正教之间也有对话 那么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各个派系也有对话等等 所以这个范围也很广 这里边我们列到了一些宗教对话的一些分支 那么这种宗教的对话 实际上不同宗教之间的联系 这个现象也是很早就有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有一幅插图 这幅插图是一位俄罗斯画家 也是一个宗教学者 那么它的一篇作品 从这里边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是什么教 就是里边有包括不同的宗教的标志 那么有东正教的教堂 然后有一本敞开的书 然后也有佛教的那种象征物 这里边是表现的不同宗教之间的一种联系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含义的 就是宗教哲学与宗教为原作对象的 第二个含义叫做宗教的哲学 那么这个联合词就是由宗教的这个词放在前面 然后这哲学放在后面 这是在英语里边这么说 在文语里边也是这么说 一个形容词加上一个名词 这样的一种结构 可以说它是一种从宗教世界观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出发 来看待人和世界的这么一种学说 一种哲学学说 当然如果把它叫做哲学 那就是广义的哲学了 当然如果哲学这个学科是特别复杂 那么我们知道了 从我们系的状况也知道了 即便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或者说即便是西方哲学自身互相 也都互相的不承认 或者说我们做分析哲学 觉得那些欧洲大陆的那些根本就不是哲学 完全是一种其他的 不是完全的一个哲学思考 当然这是狭义上讲 如果广义的讲 哲学是一种一般性的世界观的学说 那样的话 那么宗教的世界观 就是这样一种 从这些宗教的一些基本原理出发 来看待人和看待世界 这样的一些学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